你别动 把枪放下 别动 都放下 信不信我开枪杀了你们 把枪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想得美 看看这是什么地儿 走得了吗你 你能不能不添乱了 我们的枪是有点少 你又不是没经验的人 故意的对吗 哪能让你一个人出风 都说你面前人鱼 看来还真不是假的 赌一条命就够了 干嘛非要把自己添进来 两条命在一起 就能多一份应对 对不对 若能活着 你然后 你就是我孩子的爹 如果不在乎 过 grands 有一面 年áz 过 你也不得了 枪杀朱营长 受谁的指使 营以上军官被刺杀 都要上报军委 所以我们不能 在你面前说这事 这事情到不了军委 我不了解你们的底细 万一上头有人 或许这案件 本事就牵涉到什么 所以我押下来了 你这可是违反军纪 因为我要你们 给朱营长偿命 那朱营长是个有账就躲 有便宜就抢 出了名的贪官 像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他是我小舅子 这理由够充分吧 从各方面口碑来讲 你祖成武 祖师长 是一个很正派的军人 但我老婆不是 后天一早 拉去户口枪毙 是 何大爷 布丁铺子了 清早的大花生刚送到 我让你送货的 再往京里头摘一遍 至于这么讲究吗 是不是 我家那亮招牌啊 靠的就是这讲究二次 原料啊 要上等的青岛大花生 那颗粒大饱满 而且啊 经过古法的烘焙 蒸煮压炸六道工序 才能炸出来呀 对了 等这个油出来了 我给你滴两瓶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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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胡大爷 秦先生 你这儿不对 怎么了 孩子们都放鸭子了 一直啊 也没重闻的消息 这心里啊 老是忐忑不安的 真是闲职的年头太多了 这心里的素质也颓补 比大家计划的时间还有几天呢 静等吧 你看人何大爷 气病神闲呢 至今已经部署扫荡了 听到这个消息啊 持不住气的恐怕不止我一个 我最担心的是 聪恩和邮政他们还是没成功 我们怎么办 我们这份已经没用了 聪恩和邮政若未成功 我们该怎么办 不成功 则承认 就该让龙九跟着去 趁与否一号传了讯息啊 龙九 现在除了没寡妇 还能有什么事让她上心啊 你这个针件啊还真不错呀 衣服都自己做 这点算了 对对对 对了 前两天呢 吴司令的副官来夜线呢 还专门打听哪个情况呢 我听说 他们常会找些地方人士 做角控的眼线 我说话您可别不爱听 有些事啊 避还来不及呢 千万别网上贴 共产党可不好惹 你公公跟吴司令啊 那是发小 他们之间的关系 就是亲情上的事 放心吧啊 我担心的是二叔 总想着维持会呢 能给他派些人马 可刀兵就是劫 总归是危险呀 打你公公那儿起啊 咱们家就为日本人干哪 婆婆 你说公公为了那个日本女人 留在大阪 您不怨气啊 怨气个啥呀 你说要是没有这层关系 咱们家能吃香的喝辣的吗 媳妇 你对吴司令的印象怎么样 什么印象啊 我这大儿媳妇啊 掏心掏肝地为了婆家 真让人感动啊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倒是你婆婆呀 替你委屈 年纪轻轻的 难得呀 一个女人 买根筋条子难熬 我懂 吴司令这个人哪 是重感情 老婆去世三年了 都没再去呀 难得她这次对你有好感 我寻思着 婆婆 您这些天更 吴司令神神秘秘的 就是为了这事啊 这不是好事吗 那您刚才张罗尔 跟我见真杰牌坊呢 我不是为了拽你回来吗 婆婆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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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这事对你太突然了 我给你时间考虑啊 我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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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妈 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答应了吗 着什么急呀 这事对她有点突然 得争着几天 就说你们说啥好 大嫂可是个见证的人 婆婆管得严她才见证 婆家手指头要是一松快 还不定怎么着呢 天下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大岔不灵 这事你懂得 那个 有了大嫂啊 就不用逛窑子了是吧 那还能保证司令的身心安全 我终于觉得 这对大嫂不公平 我说你是白家的种啊 这点事你想不透 咱们家有个日本二妈 再说那个吴司令那可就齐火了 送出一个你大嫂 换回一个长治久安 值不值 三毛钱 行行行来装上吧 来 来给钱 找啊 等会儿 谢谢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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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啊 白家和保安大队的吴司令勾结 对八家正办的影响都没有 他们家老二不是总想把咱们那片 纳进他的势力范围吗 维持会流氓多 他可够不上 那你就能放心脱身了吧 白家想把我卖给吴司令 正好 趁这件事我狠狠地得罪吴司令一番 两家反目 让白家记恨我 到时候咱俩的关系再一公开 我不走啊 白家还得赶我走 就怎么办 离计划时间没几天了 咱们赶紧争取在局势督听之前回八下 官兵们这 你干吗呢 我没干吗 你多想了 我没看你腿 放下去 来 什么情况 外民们正在接受检阅 有人来视察呀 难怪明天早上要枪毙我们 这么给面子 应该是军委的人 对 李松文 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你是想绕过祖城武 直接跟军委的人见面 没错 军容正级训练有素 非常好 这是三营的营长怎么换人呢 我正要向军委汇报此事呢 三营长朱大厂贪污腐败影响恶劣 已于昨日被有政法了 什么 祖师长 你应该知道 在非作战的情况下 处置营纪以上军官 必须先承报军委 此事一旦先承报军委 我夫人毕竟上蹿下跳疏通关系 你也知道 以他的背景 未必保不下他这个弟弟 可朱大厂不杀难为军心 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了 祖师长 大义灭亲刚正欧死 让林保佩服 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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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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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闯军事让地 闭开他们 祖师长我问你干什么 你想杀人灭口吗 放死 放 放 既然他们有话说 不妨让他们说一说 我刚才说什么 朱英章是被你俩刺杀了 如果林特派员还有什么疑惑的话 可以跟在场的几个人去对质 我想 祖师长还没有来得及 跟他们统一口径 为什么要刺杀朱英章 这个不重要 你们是什么人 这个也不重要 莫名其妙 是你们主动来找我的 现在又不让我知道 我有什么理由 让你们离开军营 我们只需要你做一件事 进行 我让你立刻回去 我让你立刻回去 在明晚之前 把这个字条成交军营 这什么 这个你无全知道 交给谁 于立人 于主任 好 知道了 晓月 下面我跟你说的话 你必须一字一句 牢牢记住 是 大会战期间 有一批黄陵藏宝 因来不及转移 途经夜县时 就地掩埋于坝下 为了防止 哪怕是极低概率的 意外情况发生 明天你和你的协调人 将带领大屋协调中心 从各方抽调的人手 以家庭为单位 被撞成难民 前往坝下生活 生活 对 你们的任务就是生活 任务没有代码 没有记录 没有期限 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当中 必须将真实身份抹去 直到新的任务下当 什么 藏宝需要这样 任何一件 都可以换下一座城池啊 谁是我的协调人 从文 精兵不会杀敌 缺起首领 有意思 从文 李从文 好 李从文 你必须要明白 人生的每一个转折 都不是偶然 明白吗 懂 懂 懂 这就是萧月 幸会 幸会 李从文 李从文 幸会 萧月 执行任务的所有人当中 知道藏宝之机密者 唯有你和李从文 这足以可见 组织上对你俩是无比的信任哪 所有人一当做如此理解 日后的坝下 你俩拥有高于一切的权利 明白 东斩二百里 天一再无缝 天一再无缝 早就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了 目前的势力格局 对于我军和日军来说 都很别扭 东斩二百里 我军不但能填补上自己的缺口 还能迫使日军 整合分散的兵力 急防止铁路沿线 频繁拉锯变成全线对峙 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耗 从战略上来讲 这的确是个可以用来讨论的议案 东斩二百里 霸下阵就到了我军的势力范围之内 那批黄陵藏宝会安全许多 什么叫安全 霸下阵此举 无疑于邪王以禀受王以令 这叫逼宫 战争是实力的对应 无论成败都有后招以备 而锦衣卫协政 事态发展无法计量 后果无法估计 这才叫危险 余主任很清楚自己的恐惧原自于什么 霸下阵阵营 多数经历过最残酷的战争 甚至有人参加过一战 但自己若不是以抗日为概念进行组织 他们不会臣服于任何政权 他们是灰色的 油� Marg 莫子或葵军已经积极展开扫党了 从布局上看 规模很大 持续时间也很长 刘政委要求我们 联络各分区的游击队和武功队 同步行动 重中之中 保护敏感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剿灭其原中队这支武装 到现在也没没用情况 先暂时放下吧 危难时刻 那支抗日队伍 应该在危难时刻还会再出现吧 这家子汉奸 我早晚除掉他们 白家是立志要做汉奸狗腿子 可是鬼子和伟君 就没正眼瞧过他们 老太太 给你抱一下 儿媳妇 你手太慢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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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着成自己家人了 这 这 这 没那么多客气的 坐坐坐坐坐 好 老太太 我是个当兵的 喜欢之来之去 既然双方都是这个意思 今天就把批你定下来 黄鱼二十条 这 这是你们家老二十吧 对对对对 把我部队当差 做我的副官 管理管理一场事务 老二 老二还不快谢谢吴司令 吴司令 吴司令 谢谢啊 对对对对 慢着慢着 吴司令啊 我觉得 就您这样的条件 比起我们家的需求来说 差得有点远吧 怎么这么说话呀 不是 婆婆 你看 咱们拔家怎么也算是地方大户呢 这点小户就把咱给打发 人人不笑话嘛 吴司令啊 您哪 快人快语 我呀也跟您说个敞亮话 我们二叔啊 跟您的部队里 怎么不得有点实权呢 二叔 你说这个营长大呀 还是团长大呀 团长 你他妈就明白 你看 我们二叔通文时末的 你说在部队里面 怎么不得当个团长啊 是不是 有人有枪才能一展宏图 还有我们家三叔呢 我们家三叔也得进部队 他为人啊 仔细 管您的钱啊 正合适 老太太 我明白了 你们老白家 把我算计得挺彻底呀 这呼啦啦就弄走了 我一个团呢 还他妈得把财权交给你 你个二手货 你也不看看 你他妈值不值 五四六 五四六 别别别别 别 爸 我 五四六 妈 我 我这不都是为了他家母啊 呸 不是 我 我 雨香 白家的人啊 算是彻底把吴司令给得罪了 他们憋着一肚子活呢 这下可久得和我闹了 你先回八夏镇 你一个星期之后再过来 估计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跟我闹得不可开交了 委屈之时遇到相亲 一番忠诚顿生情变 这也是合乎常理的呀 就是这一个星期 够你难受的 过顺流日子哪能被傅家修啊 那 那 那 你多保重 再过一个星期 雨香就能脱身了 我早就说过 没寡妇比你伎俩 你们这是 聪文和邮政的心动 一直没有发回讯过来 今天是最后实现 若零点之前再等不到 很可能就是败了 那就没有误差七吗 整个行动设计 在时间上的衡量 是最为周密的 误差七已计算在内 带走 你说像你这么笨的人 怎么混进组织的呀 连个发卡都撇破 混进组织要学会先别发钱吗 你们女人太难伺候了 这都几次了还不行 差不多行了 来来来 再试最后一次 算了算了 七八回来都没弄服帖 我要不是缺镜子 才不会找你帮忙呢 给我 今晚 于主任会发密电过来吗 合金密码 必须两日内恢复 最迟不超过今晚 如果十二点前还没有得到恢复 那就意味着我们败了 败了 会是什么结果 如果败了 日军的扫荡 会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 没错 这躲也不是 不躲也不是 若都躲进山区 那霸霞阵就空了 很可能会成为 日军新的一个驻地 到时我们想回来 恐怕也难了 可是不躲出去 都能谁能保证不发生意外呢 我觉得大家别失去信心嘛 这不是还没到最后实现吗 我们只是预估 失败以后将要发生的局面 那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丛文和尤真 行动要是失败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还是祈祷他们不要失败吧 否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这次行动 本来就是异毒 胜败的概率各占一半 胜算 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 势力格局做那样的改变 我们对我军职有好处 没错 可锦衣卫逼宫是犯了大忌 尚风会认为我们非常地危险 逼宫的确是大忌 但是尚风应该能体谅我们的难处 其实大家都在赌 赌我们的功诚 也赌尚风对我们的信任 不 这次行动赌的是我们的价值 赌的是五十九名训练有素的精英 会不会被牺牲掉 事实上有点很难确认 毕竟我们有很多年没有跟组织 发生半点联系 行动成功 丛文和尤真怎么往这边传讯 我是说 也有可能会在传讯上面 出现什么障碍 怎么传讯不重要 因为若是成功 八下阵 就一定会准时得到传讯 好 好 我们好 没有 军委发来电报 针对二位 电文如下 朱运长遇此案事实清晰 交由四十六市自行处置 以为军心 二位 需要亲自过谋一下吗 我党组织在第一时间 获知这一情况后 迅速做出部署 希望敢在处决执行之前 力挽狂澜 因为李从文 何优贞的成败 关系着所有霸下阵人的命运 他们只能赢 不能输 或者 他们不能停止 只能向前 向前 向前 就停止 他们有一心 要是 我们才不温如恢复 你们还是能熟 我们曼 这件事 我们也在准备 所以我们用大体的 我们没有试误 Ay 我好 我可以帮着这些 咱们不是有特殊性吗 还是我们 在退化 和你们在一起 我很焦虑 不是因为没有等到回去 而是因为 我心里在逼着自己想对策 可这脑子里啊 像在放电影里 一幕一幕地挡都挡不住 全都是这六年来的生活场景 有你 有我 有大家的样子 居然还有肠虎 好 肠虎 你跟肠虎的过节 想不到是山田调停的 真是一出喜剧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打场 不着调是吧 是不着调 我们大家在八霞镇 不着调了六年 看大家挺快的 大家快乐吗 或许大家对快乐的 定义不一样 如果生活这个任务 就此结束的话 至少 都会很难过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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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红啊 我考虑了一个晚上 我们这边 必须做些防备啊 日军扫荡 我们不可能出镇 为了避免意外的情况发生 我希望你和秦先生 带孩子们先走 等局势稍缓了再回来 孩子们不在镇里啊 大家有些什么情况 都能够应对 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什么意思 你脑袋里里外外全坏了是吗 孩子就是咱俩的屁联 遇到事不挽紧你股 还挽外仙 不找人追着关店验货色呢吗 我的天哪 你是小北的亲娘啊 这不是判断是她的依据 我说什么你就反什么 你有这个必要吗 谁也不能拿孩子当赌注 我告诉你沈阳 我跟你说是尊重你 在坝下证 我和崇文是最高的权力 现在崇文不在 我的决定就是命令 必须执行 必须执行 你要把孩子们都转移了 鬼子这次扫荡是报复说的 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不会跟你讲理由 我知道 我这样做有此地无垠之心 但我不敢拿孩子们 冒一丁点的风险 何大爷 你我都扪心问问自己 咱有什么权利 让他们跟咱一起扛事 你让秦先生把孩子们召集起来 我同意把孩子们转移出去 关键是转移到哪儿 共产党组织啊 对敏感地区的群众 已经做了转移工作 要不我们求助于他们 那坝下证就会成为 共产党的重要活动区域 到时我们连甩都甩不了 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不行 如果我们这么做 那尚风就不会再相信 我们的忠诚 好吧 进山区 从后山进 往北三十里到神女峰 大家来是做准一点的 那个山洞 那不早就废弃了吗 那个 我和丛文 在那儿储蓄了粮食和腊肉 还有些钱 如果大难临头 你就会和丛文 甩下大伙儿 藏到那儿去 怪不得有段时间 你和丛文 每晚都往山洞里跑 你俩可真分得清啊 于主任 你想要做什么 空军特战中队 第十三支队 将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明夜二三时 他们将乘坐C四十六运输机 深入敌驱 空降于坝下北部山地 迅速集结展开行动 行动结束之后 十三支队将长期潜伏在这里 化身为一支武装山匪 并尽可能被伪军招安 为将来的我军反攻 做内营秩序 你是要灭绝掉 坝下阵所有的特勤 是坝下阵遭遇山匪洗劫 因试图抵抗 而被尽数灭杀 他们都死了 谁来保护仓保 被伪军招安的山匪 将与坝下为盘踞之地 李从文写保逼宫 这足以说明 你让他们用那种方式 来守护仓保 这完全是个错误 现在不同了 十三支队没有一个人 知道坝下阵埋的是什么 他们会全心全情地 为将来的内营反攻 做潜伏 这是个清晰到 足可以掩盖一切的任务 而不是令人 遐想连篇的所谓生火 或许只需要一场战役 就能改变那里的势力格局 而你却要牺牲掉五十九名 优秀的战士 战略部署是总指挥部的事 你我虽有参谋之权 但插手过多 难免会让人生出 岳祖带袍之界地 对不对 文大夫给我备了不少药 像什么发个烧跑个肚子 应该都能对付 等局势烧还 我就过去找你们 好 岳红应该准备好了吧 反正小北我是红利做了 岳红会跟你们去的 一个当妈的人 不至于不顾惜孩子吧 你心里恐惧的 仅仅是鬼子吗 如果生活背后这个任务 隐藏着重大使命 那我们逼宫失败 就等于用丧失了绝对忠诚的剑 把自己全都绑扶进了乌坚的地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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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模糊了 远去的背影 是谁黯淡了 昨日的事业 是谁布下了 桃光剑影 是谁为了谁 魂牵梦影 曾经很勇气 曾经很开心 曾经梦想 一辈子如影随形 有些话来不及表明 错过了那个风景 到现在才发现 你渐渐融入我的生命 明明相爱 为何要分开 你是否和我一样 心中匆忙无奈 明明相爱 明明相爱 却看不见未来 看不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 早已被同掩埋 是谁模糊了 远去的背影 是谁黯淡了 昨日的事业 昨日的事业 是谁布下了 桃光剑影 是谁为了谁 魂牵梦影 曾经很勇气 曾经很勇气 曾经很开心 曾经梦想 一辈子如影随形 有些话 有些话来不及表明 错过了那么多风景 到现在才发现 你已渐渐融入我的生命 明明相爱 为何要分开 你是否和我一样 心中匆忙无奈 明明相爱 明明相爱 却看不见未来 看不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 早已